穿条纹上衣的男子在警方陪同下沿着老街低头寻找 原来他的手机不见了 突然在转角听见熟悉的手机铃声越靠越近 带着陌生男子却睡着直到远景大声呵斥 警察打开包包沿着声音东翻洗照 手机铃声响不停 这名穿大外套的男子却怎么样也不愿清醒 一举一动能拖就拖 三峡老街到了放假日人潮特别多 当时一名老板就发现他的手机不见了向警方报案 而且他也突然想起来 他的手表有跟手机定位 逐一寻找这个地点来到了现场拨通手机之后 就听见手机铃响当场人赃巨火 说话业者来到新美式三峡老街摆摊做生意 当时手机就放在台子上 结果一转头就被人摸走 晚上到派所求救 博士大人陪着他把手表的手机定位打开 沿着定位点显示的地址寻找 就在显示的范围一边走一边拨手机 果然听见自己的手机铃声出现在别人的包包里 都到了这种情况还装傻 警方立刻将人带回派所做笔录 60岁的周姓男子否认犯行 但别人的手机怎么会在你的身上 摊开地图 遗失的位置距离寻货的现场相差170公尺 但好在当事人想起手表有定位 与远景运用小小科技 短短几分钟找回手机 也把涉案男子依照准线刑犯抓紧警局 TVBS王金瑞杰 新豆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